各位眾志言論自由的朋友 我們今天來這裡的目的 是希望爭取不要管互聯網 我相信我在下面很靜地觀察 和大法官所說的話 我相信他不只說了一次 是說了六、七、十次、八次 他說你們的聲音我聽到的 我明白的、我理解的 我們會盡量去考慮 其實這個故事就講給我們聽 這個事件講給我們聽 其實馮華法官以他的思想 他的想法和他的聰明才智 他知道這個是管不了的 但是他為什麼今天不敢打呢 或者不可以倉促敢打呢 他有他的難處 我相信也都想要求馮華法官 就將我們今天所有的人的信息 帶去給有關的部門 如果這種管理是硬去進行的話 是會引起很大的反抗 我相信這樣做是弄巧反決 不如請民怨聯 他們做多些網站 為他們自己宣傳 或者任何人想為自己宣傳 他們自己去做 但是他們最重要是製造明星 所以就不要阻止別人去做 阻止言論自由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因為是有一國兩制 所以我們要保持這個一國兩制 而不可以亂把這些很專制的東西管下來 我相信馮華法官他會聽到 他會為我們爭取的 而且首先多謝他 好 選會會是同流的 選會不會受其他的政治壓力 但是選會會都有過程序 現在我們是作次序 阿嬸借開阿嬸 我們就會去開決考慮 希望大家耐性一點 亦都不需要這麼多疑慮 作出這麼多質疑 因為我重申 我們是尊重別人自由的